7月份原本是最火热的暑假档 可是今年的7月 因为刘金凤和新汉的窝蜂元素 全部的古装剧从省服装到剧 眼看已经7月中旬过半了 大家期待的仙霞一步都没动 真的让人好心筛 尤其是优酷的城乡游蟹 7月20日到底会不会来啊 城乡游蟹国内目前还没订档 但泰国就已经买了城乡的版权 官网上说即将和大家见面 会有字幕版和配音版 除了即将登陆泰国外 TVB也买了城乡游蟹 前段时间就在线上预热了 这部剧热度超高 还没订档就已经走出了国门 优酷对他有信心 太正常不过了 原本很多瓜主说城乡大概率是7月20日播 但最近古装具审核服装和道具 哪怕城乡游蟹已经过审 却还是要自查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现在都没有动静 到底会什么时候播出 还真的说不准 可是也有博主说审核顺利 如果真的是7月20日播出 那官方也得开始宣传预热了吧 我们下期再见